曾几何时 日式的RPG和ARPG可谓是风光无限 最终幻想 伊苏 王国之星 还有Namco的一堆传说 这些游戏呢 动辄几百万的销量 可是随着游戏产业的不断发展 日本厂商技术上的短板显现出来 就拿最终幻想来说 这个系列从时代开始 逐渐陷入开发困难的状态 20年当中只发售了5款作品 其中还包括一款网游 可见开发的困难程度啊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制作流程 连SE这样的超级大厂都有点力不从心 就更不要勤那些小公司小会社了 技术力跟不上时代 也是日式RPG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不过去年一款复古风格的小游戏 八方旅人却意外的大卖 这让SE立刻眼前一亮 要知道所谓的复古风 其实可以换一种说法 那就是廉价呗 就像八方旅人 它的开发成本当然不可能很高 跟最终幻想15比起来 估计也就是九牛一毛吧 可是依然大卖百万套以上 这怎么能不让SE心动呢 他们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 今后会制作或者是代理发行 大量这一类的小游戏 于是就有了这一款奇葩的鬼哭帮 鬼哭帮是一个动作RPG 略带倾斜的俯视视角 咋一看有点像暗黑 不过它的操作手感和世界观设定 跟暗黑简直是天差地别 就像它的名字鬼哭帮一样 这个游戏的一切都很诡异 鬼哭帮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陆地上 这一块陆地上的原本有很多的国家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都接二连三的毁灭了 最终还存活着的 就只有一个叫中之邦的国度了 表现在游戏里 它其实就是一座巨大的城市而已 这是一个表面繁荣 实际上暗流涌动的城邦 男主加贺制是一名国家机构的成员 也就是公务员呗 但是负责的事项却很特殊 他是一名守世人 顾名思义 就是守护已经逝去的人的人 因为这块陆地上是有轮回转世一说的 这个城邦的居民如果死去 就会进入轮回 最终变成婴儿再次降生 可是呢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顺利地进入轮回 一旦某个人生前的执念太多 死后就会变成幽魂 飘荡在世界的某处 无法转身 男主要做的事情就是穿梭于现实和优势之间 帮助那些迷度的灵魂顺利投胎 当然过程嘛 想也知道 一般就是带他去见某个思念的人 或者是带他去找一样生前惦记的东西 然后呢 他就能进入轮回了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幽魂都这么好说话 有一些无论如何也不肯转世投胎的 会变身成巨大的魔物 所以男主作为一名守势人 他可不仅仅要善解人意 还需要具备强大的战斗力 遇到这种变成魔物的幽魂 那就免不了要跟他战斗了 而这个世界里的人 为了尽量避免让家人的灵魂迷路 他们对于那些已经逝去的家人 绝对不可以抱以悲伤 因为这些悲伤的情绪呢 会影响到死者的灵魂 可能会让其成为迷路者 男主加赫智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 他正准备哭的时候 周围的人制止了他 并且告诉他一定不可以悲伤 要保持平静的心情哦 同时因为轮回转世 在这个城邦里 是一件已经可以确定的事情 因此活着的人 对于深的信念十分的淡薄 跟我们正常认知中的世界观 简直是千差地别 开始后没多久 剧情里面出现的种种事件 都能够看出这种不正常 在某个任务当中 男主要去引导一个迷路的男孩幽魂 男孩因为思念父母 不肯转世 男主将其带到父母的身边 他的父母并不具备穿梭于 现实和优势的能力 听说男孩就在旁边 可是又看不见 两个人难免开始悲伤 他们的悲伤又让男孩的幽魂 更加悲伤 更加无法进入轮回 两个人想了想 决定跟男孩一起进入轮回 于是男主手起倒落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男主有一男一女两名同事 这两个人原本是一对情侣 但是男的在一次任务的时候意外死了 女的在跟那个男的的幽魂 进行交流之后 决定跟随男的一起去投胎 于是我们的男主又手起倒落 情侣也要整整齐齐的 如果不看世界观设定的话 这些情节简直是荒滩到离谱 但是在游戏世界观的映衬下 一切都是可以说得通的 因为有轮回转世的存在 城邦里的居民生死看淡是很正常的 在他们的心里 死亡不过是另一个新生的开始而已 每当城邦里有人死去 只要他的灵魂不迷路 那么就会有一个新生儿诞生 这一座城邦就可以一直维持着繁荣 也维持着人口基数的不变 所以男主从事的这份工作的重要性 也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世界观显然是借鉴了很多东西方宗教里面的东西 虽然有些荒唐 但是也算是条理清晰 至少作为一款游戏 你可能会觉得它的剧情应该还是不错的 但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游戏的剧情演出和对白 已经不能用烂这个字来形容 简直就是无厘头 惨不忍睹 一塌糊涂 毁天灭地 由于是个小成本开发的作品 鬼哭帮里几乎所有的过场动画 都是战装式的对话 人物的肢体语言极少 这种情况下文本就显得极为重要 八九十年代的很多日式RPG里面 也有这样大段大段几乎没有演出的对白 但是其中一些文本好的 像《银河之星》 《最终幻想6》 《宿命传说》 这些游戏的剧本也能让人产生感动 但是鬼哭帮的对白差到让人吐血 在看这个游戏剧情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是崩溃的状态 这并不是说看不懂 实际上我很清楚游戏里的每一段演出 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可是这些人的台词实在是太让人崩溃了 很多的对白都是前言不搭后语 有的时候几个人面对面的说话 可是看上去他们就是在各说各的 完全不在同一个频率上 游戏对于剧本的铺垫和渲染也是几乎为零 就像开场后没多久 男主的女朋友就在某次任务的时候突然挂掉了 这一段剧情来得如此生硬 让我看得云里雾里 完全没有体会到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当年《仙剑》里面赵灵儿的死 不知道让多少人哭红了眼 可是这游戏里面女主的死 简直就是与我无瓜 完全莫名其妙 而且这个游戏是越往后剧情的演出越可怕 很多地方都是神转折 一个和颜月色 叫男主待在他家里休息的女人 下一个瞬间就会拿刀出来杀男主 第一只对男主寻寻善幼的导师 下一个瞬间就会变成敌人 当然了 游戏里面对这一切其实是有说明的 只是这些演出具体有多糟糕 你看了就知道了 也因为这些拙劣的演出 在论坛上甚至有人说 这是一款没有剧情的游戏 就是无脑砍砍砍 把它当成无双来玩 实在是可惜了 那鬼哭帮原本还算厚重和完善的世界观设定 同时这个游戏的制作规模之小 也像它混乱有无厘头的剧情演出一样 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 男主佳赫志在游戏的过程当中 会不断地获得各种鬼人同伴 他们会跟在佳赫志的身后 让佳赫志拥有各种攻击能力 同时还能打配合 每一个鬼人都有生前记忆 他们的记忆被封印在技能树里边 我们要解锁这些封印 才能够继续强化鬼人的能力 而每一次解锁记忆 其实就是看一段他生前的故事 这些故事与其说是原创的 还不如说都似曾相识 就是把那些常见的悲剧故事 拼拼凑凑放到游戏里边而已 这些人最终当然都是以死亡作为结局 要不然也不可能变成鬼人 跟在男主的后面了 在绝大多数的游戏里边 这一类内嵌的小故事 就算没有很华丽的演出 至少也会用几张精美的绘画来表现 让人看了之后不觉得枯燥 可是这个游戏里 每一段故事演出的时候 除了声优的解说之外 画面演出几乎为零 只有这么一个人物建模 站在一个什么也没有的空间里 然后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拍摄 甚至在表现这些家伙死亡的时候 也只是把画面转了个角度你敢信 卧槽 你至少把他脚下的阴影去掉呀 让他变成一个真正躺着的姿态总可以吧 这一点小工作做起来很困难吗 但是这个游戏 就是连这么一点小细节都懒得去处理一下 同时游戏里面可以活动的区域很少 主要的城镇居然就只有一个 也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个国家中之邦 这一座城镇虽然够大 但是看上去就像是用很多乐高积木拼搭而成的 一点也不精致 在这个城镇的周围 就是各种能够进入的迷宫 这些迷宫就算全部加起来也没有几个 这些制作规模之小实在是让人惊叹 可能唯一还说得过去的 大概就是游戏的战斗手感 但是也仅仅是说得过去而已 在游戏出戏的时候 由于技能点没有加到位 手感僵硬的一塌糊涂 在绝大部分的游戏里 闪避或者防御都是可以立刻执行的 但是这个游戏里却不行 它虽然有一个闪避键 可是并不能立刻闪避 一定要等手上的动作全部做完才可以用 同时这个游戏并没有什么受伤保护机制 一旦被boss打到 或者是靠近某个墙角 很可能会被一套直接带走 很多时候我已经做出了闪避动作 可是这个游戏里的人物却还在那里傻傻的出招 真的是气死我了呀 这么僵硬的操作方式 在如今这个年代真的是很罕见了 后期把点全部加满之后感觉要好多了 不过总的来说这操作手感还是很难用优秀来形容 男主身为一名首饰人 他可以穿梭于优势和现实当中 相当于表世界和理世界 在游戏里边其实就是一张地图的两种不同的环境 一个明亮一个幽暗 但是物理区域是完全一致的 所不同的只是敌人的配置 虽然只要按一个按键就可以随便切换表理世界 但是理世界的区域并不是全部开放的 这些纯黑的地方万万不能进入 如果硬闯的话 只要被里边的敌人碰一下 立刻就嗝屁了 正确的做法是在表世界寻找这种浑身冒着黑烟的敌人 其实就相当于地图上的精英怪 干掉他们之后 就可以解锁大片的理世界区域 把那些黑色的迷雾去掉 然后就能够安全进入了 这看起来是一个挺不错的创意 一张地图 两种玩法 在表里切换之间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 可实际上制作组 根本就没有很用心的去挖掘这个功能 一开始呢 还有点新鲜感 到了后面很多地方的表里世界 简直就没有区别 就连敌人的配置也差不多 甚至还有一模一样的 这个游戏里的地图都特别的简单 几乎没有什么分叉路口 已经不能称之为迷宫了 至于谜题更是根本不存在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拔出武器 一路杀杀杀 然后走到地图上标注的这个圆圈的位置 这就意味着完成了一段剧情 至于是从表世界走 还是从里世界走 这都是无所谓的 这种情况下呢 穿梭于两个世界当中的设定就变成了噱头 如果你坚持把两个世界的敌人都杀完 会发现也只不过是多拿了几件武器而已 但是浪费的却是双倍多的时间 在游戏当中 里世界唯一必须存在的作用 就是通过一些表世界不能走通的道路 这个原本呢 也算是一个可以挖掘出很多创意的玩法 可是游戏里面表现的却非常的简单粗暴 画面上有一座桥走不过去 OK切换到里世界 你会看到一个黑洞 走进去瞬间就传送到对面了 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 OK切换到里世界 还是黑洞走进去就过河了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至于什么机关陷阱谜题 在这个游戏里都是不存在的 一刻刻的黑洞就解决了全部问题 鬼哭帮的steam上的售价是249人民币 相对于一款小品级的游戏来说 这个价格并不便宜 可能唯一值得称到的就是游戏里的人物利会了 这些利会都很精美 只不过对于我这个年近40的大叔来说 利会什么的嘛 就全是无名了 大家记得点个关注 老孙更新就会有推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